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蔡荣纽约报道 中国富豪秦辉5月9日将被逐出美国不回中国 前天上人间老板 中国大富豪秦辉将于5月9日接受量刑 届时他将填写407表格放弃诈骗取得的绿卡身份 量刑当日秦辉将由联邦特工护送至机场 立即被永久驱逐出境 具体遣返国家将取决于他的有效护照 及该国入境规定 但中国不在其中 秦辉的首任妻子是中共前国家主席 李先念太太林家梅的侄女林京 她与李先念的女婿 中共空军上降流亚洲有很多接触 她的第二任妻子刘多 是纽约市长亚裔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 在郑其荣的领导下工作 秦辉承认在现任纽约市长亚当斯竞选市长期间 搞人头捐款 对选举监督机构提供虚假资讯 秦辉于今年3月18日承认了多项罪行 包括以他人名义进行竞选捐款 移民诈骗及制造假身份证件 自去年12日被捕后 他一直被关押在布鲁伦的大都会拘留中心MBC 与另一名海外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 同处一栋建筑 昨天4月19日 检方提交了书面陈述 建议在量刑后增加两年的监督释放期 并要求秦辉配合并遵循移民当局的所有指示 未经许可 不得非法重返美国 检察官指出 虽然秦辉将被立即遣返 但他的屡次欺诈行为显示 两年的监督 释放期是必要的 以防止他再次尝试 以虚假借口非法入境 秦辉的律师提交了28页的量刑备忘录 并有三人为他写了支持信 分别是他的姐夫屈记发 现驻长岛的星河世界集团董事局主席徐茂栋 以及一名神经科医生 秦辉去年被捕后 聘请了9名律师 包括纽约超级律师的Henry E. Mazurak 和前联邦助理检察官James Miskiwix 目前有6名律师 文革时的动荡童年 第一任妻子早逝 秦辉律师承交的量刑备忘录 详述了其个人历史 包括他在文革时期的童年经历 第一任妻子的过世 商业起家 以及与刘多的婚姻和一居纽约 其中讲述 秦辉的童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度过 他的父亲是军人 在文革期间被派遣到北京服役 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 秦辉跟随父亲从四川迁至北京 母亲和兄弟姐妹则留在四川 到北京时 他年仅6岁 由于父亲长因军事任务不在家 他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孤独 特别是在北京内乱最剧烈的时期 是由陌生人照料他 后来 他返回四川 与母亲和兄弟姐妹重聚 再后来 他返回北京上大学 但大学生活并未持续太久 在他大二时 1989年6月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爆发 大学停课 学生纷纷返回家中 他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秦辉与原配妻子林京 从小学时代开始相识 林京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妻子 林家梅的弟弟的女儿 秦辉与林京在1992年结婚 回到北京后 秦辉创办北京著名的豪华夜总会 天上人间 1996年林京去世 秦辉让他的姐姐带着盘山学部的女儿前往美国 他则在北京重启业总会 并以此为起点 于2001年创立了新美控股 SMI Holdings LTD 这家多媒体公司 最初是一家中国连锁影院 随后 他将公司上市 并将业务范围 扩大至电影制作 影视工作室和节目制作 在全球疫情爆发前 公司员工人数超过2万人 他是公司的创办人和主要股东 备忘录提到 秦辉与第一任妻子家人关系密切 在他因脑洞脉流去世后 一直赡养他年迈的父母 秦辉的律师 试图塑造他受害的形象 2010年 秦辉与刘多结婚 举家迁居纽约 秦辉利用他的名气和财富 在长岛社区开展了许多慈善活动 秦辉的好友徐茂栋在支持信中说 秦辉向长岛学校捐赠了150多万美元 还向冷泉岗实验室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提供了大量捐款 另据2021年星岛和乔报报道 刘多是长岛冷泉岗实验室协会委员会 和Greenvale学校董事会的 唯一华裔董事 刘多在市长亚当斯的幕僚 郑其荣的领导下 担任纽约市长亚裔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 去年11月 纽约市调查局开始对郑其荣的行为进行调查 今年2月 FBI突击搜查了郑其荣在布朗市的两处住所 秦辉承认自2021年起 以个人名义 向亚当斯等多名政客 提供非法政治捐献 然而 量刑备忘录中 秦辉的律师声称 他在面临巨额债务和多起诉讼的情况下 为了维持外表的尊严 而参与非法政治捐赠行为 在经济困境中 秦辉努力维持他和刘多在社会中的地位 因此参与稻草捐赠 秦辉因与李先念家族的关系 被视为北京高干圈中的人 大陆媒体普遍报道他形势张扬 以为圈内人所熟知 然而 在律师为他撰写的量刑备忘录中 则将他描述为中共的受害者 备忘录写道 他不被视为政府的盟友 他的第一任妻子 来自一个与政治反对派关系密切的家庭 第一任妻子的姑姑的女婿 中共空军上将刘亚洲因煽动叛乱罪 而被判终身监禁 秦辉的律师还提到 由于家庭背景 和秦辉在2000年代中期 通过新美影院业务积累的大笔财富 他对中国安全感到担忧 因此 他以化名李慕林取得香港居民身份 以保护自己和家人 而据检方起诉书 2008年 一名中共政府官员 向秦辉提供了李慕林这个画名 包括一张香港身份证 一张中国身份证 以及香港护照 这些证件上有秦的照片 但出生日期与秦不同 2017年9月 秦辉使用李慕林的画名 从中国向刘多的美国银行账户转账 超过500万美元 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他的曼哈顿豪华公寓 5月9日将被驱逐出境 量刑备忘录还提到 疫情和中国的清零政策 对秦辉的媒体公司造成了重大打击 导致公司破产 他个人也面临巨大的财务困境 此外 他的个人债务不断增加 资产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被扣押 债权人继续申请美国强制执行北京仲裁庭的判决 面对这些压力 他的妻子刘多提出离婚 家庭也因此破裂 在被捕时 秦辉与刘多芬居面临巨额债务和多起诉讼 他在纽约和英属维尔金群岛等地面临民事诉讼 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他提到自己遭遇了三次重大打击 首先是他28岁时第一任妻子去世 然后是全球大瘟疫摧毁了他的商业帝国 最后是被永久驱逐出美国 与在美国的三个孩子分离 最后秦辉描述了他在布鲁伦MBC大都会拘留中心的困难生活 他被困在狭小的牢房中 因涉嫌违禁品而被限制活动 不得走出牢房 文件涂黑了两大段内容 其他囚犯报告说 食物中发现了蛆和其他昆虫 他忍受了七个月 身心俱疲 律师说 他带秦辉请求尽早驱逐他出境 希望在四月底之前就离开美国 检方没有意见 不过最后法官只让他比原定的5月10日提早了一天量刑 并驱逐出境 法官中M.A.Surak定于5月9日中午12点 在长岛的纽约东区联邦法庭920市对秦辉判刑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而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